女儿把班上的男生打得鼻口流血,护士母亲直接叫女儿的老师过来解开她的罩。一桩意外揭露的校园引忧。 这则故事的人事物和时间已经不可考究,但是这名母亲的行为却始终广为流传,被人们热烈地讨论。 我是一名急诊护士。 因此平时是不允许带手机的,但已通电话打到医院柜台并转到我的分机。 电话那头,我是圣马力国中的史密斯老师。 你的女儿在学校发生一些状况,我们需要请你到学校一趟。 哇,她生病或受伤了吗?能否等两个小时我下班过去? 电话,你的女儿在学校打了另一位学生。 我们从45分钟前就一直试图联系你,这是紧急情况。 我到了学校,被带领到校长室。 我见到了我女儿,一名男导师,一名女辅导老师,校长,一位鼻子流住血的男孩以及她的家长。 校长,你好,感谢你,终于,能够过来处理这件事。我,急诊室一直很忙。 我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小时在帮一个七岁大,被母亲用铁勺殴打的孩子缝四十针的伤口,之后还要配合警方报告状况。 很抱歉造成你们的不便。 之后而来的是一阵短暂的尴尬沉默。然后校长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这名留住冰血的男孩拉了我女儿的照间带,于是我的女儿揍了她的脸亮下。 我感受到的气氛则是所有人都责备我女儿多于哪个男孩。 我,哦,所以现在是不知我来是想征询我对于这位学生对我女儿的遭任行为,以及学校对此事纵容态度的求偿吗? 在场的大人们顿时间都有些许错愕,当我提到骚扰这个关键子词时,她们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。 男导师,我不认为事情有这么严重。女辅导老师,我们不要把小事过度夸大。 校长,我想,男号错重点了。 。 之后那名男孩的母亲开始哭泣,我转向我的女儿,询问她事情是怎么发生的。 女儿,她不断地拉我的胸罩肩带。我叫她不要这样但是她仍旧这么做,所以我告诉老师。 老师。 老师叫我,不要理她。 然后她又来弄我,还把我的胸罩解开。 后来我打她,她就停止了。 我转向老师问道,所以你纵容那位学生这样做? 你为什么没有制止她? 你为什么不靠过来一点,让我摸一下你的裤装拉链? 男导师,什么? 我,这对你来说很不妥吗? 你可以,不要理我,又或者你怎么不去拉一下这位辅导师的照尖带。 看看这对她有多好玩。 或者你可以试试看这名男孩的母亲,或我的,或我女儿的。 你觉得她们只是孩子,所以觉得这一切都很OK。 校长咳嗽了几声,说,无论如何,你的女儿先动手打人。 我,在我看来,我的女儿是为了阻止骚扰事件的正当防卫。 看看这名男孩比我女儿高了多少,体重也是她的两倍,有多少次她能阻挡她的碰触。 加上,如果班上最能够保护和帮助她的人对此事置之不理,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,她还能做什么? 容我提醒,她拉了她的胸罩多少次了,才造成这个情况发生。 男孩的母亲仍然在哭泣,她的父亲则是看起来既难堪又生气。 男导师的目光不再和我接触,我看向校长。 我,现在我要带我女儿回家。 我想这位学生已经学到教训了,并且我希望这件事不会再发生,不只是对我的女儿,还有学校的任何其他女孩。 你不会让一个导师对他的同事做这种事情,我也不会容忍一个男孩这样作弄一个15岁的女孩。 我会把这件事情通报辅导机关。 而你,转向这名男孩,如果再碰触我女儿一次,我则会告你X骚扰。 明白吗?我愤怒地拿着东西带着女儿离去,之后我隐得却通报了相关的机关和所属的教会,那是一间天主教学校,并且再三确认他们会严肃地处理这件事情。 他们听闻此事也很震惊,并保证会立刻联络学校。 我的女儿后来转班了,彻底远离那名导师和男孩。 我曾经听到有人对于我处理这件事的态度过于激烈和夸张,但对我而言,最震惊的是校方对于此事的态度是多么轻忽和随意。 我并不是想坦扰我的女儿,而是真心地认为,这是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事实应该有的防卫措施。 这间学校到底教导孩子们什么?一个女孩说不了之后,一个男孩这样做真的没什么?真的可以不用理他。这太烂了。 这名母亲的处理方式真的很赞啊。校园中类似的事情真的是层出不穷,校园霸凌和骚扰事件也是所有家长和校方应该学习的课题。